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款奶香千层卷 不用提前发面,蓬松轩软,一起来做吧 先在盆中加入500克面粉 加入15克白糖,5克酵母粉,搅拌均匀 加入260毫升纯牛奶,搅拌成絮状 搅匀以后,揉成中等稍硬一点的面团 揉至光滑细腻,盖上盖子,醒10分钟 这样干的时候,面团不会回缩 10分钟以后,取出面团 先在面垫上撒一层干面粉,方粘 然后取出面团,先用手按扁,再用擀面杖擀薄 约半厘米的厚度即可 擀好以后,先在表面撒一层干面粉,方粘 再找一个圆形的毛具,压出小圆饼 将多余的面片扯下来 然后重新揉成团,重复上面的步骤 直到把所有的面团全部用完 压好的小饼6-8张为一组,螺在一起 用筷子或者是牙签从中间压下去 稍微整理一下,一个小花卷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以后,放入温水锅中,开始醒发 醒发至1.5倍大,按压,非常的有弹性 开火,水开即时,蒸15分钟,焖2分钟,出锅 这样,我们的奶香签藤卷就制作完成了 做法简单,好看又好吃 还用一次醒发,简单省时 各个蓬松渲软,不塌险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见